他是工人的最强军师 传说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三教九流无所不知 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 牧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 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 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诸葛亮的一生 公元181年 诸葛亮出生于狼牙郡阳渡县 仅山东省宜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 老爸诸葛龟在汉陵帝时期做过泰山郡城 虽谈不上什么大富大贵 但吃喝不愁还是没问题的 但在公元184年 四岁的小诸葛亮就失去了母亲 四年后老爸也因病去世 家中无人照看他们兄弟 于是他便和弟弟一起到叔父家生活 小时候的诸葛亮就十分的聪颖灵广 他从来都不是死读书 甚至还会研究书中的道理 并举一反三 在当地可是有名的神童 此外 小诸葛亮还对天文地理十分的感兴趣 而且精通书法 真是个全能型的小天才 后来 叔父丢了南昌的官职 无计可施之下 他只好速长江而上 来到荆州 投奔前东家刘表 刘表是个厚道人 热情接纳了老部下 并对诸葛亮及其兄弟们做了妥善安置 公元197年 叔父病逝 17岁的诸葛亮再次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 只能移居到生活成本不高的龙中 依靠耕种来维持生计 在这里 他熟读诸子百家 研究兵法谋略 还广泛涉猎天文 地理 气象 等小众领域 逐步成长为一枚百科全书级的宝藏青年 除种田之外 诸葛同学 整天不是走亲房游看大山 就是看书睡觉搞发明 当然 他也因此结识了一批有才之士 如水晶先生司马辉 庞德公庞统 孟公威 还有后来的岳父大人黄承燕等人 有了这些上流社会核心人物的加持 足不出户之天下事 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另外 他还对当时的自己做了个简单的评估 将自己比作辅助齐桓公 成就春秋霸业的管仲 以及率五国联军 罚齐复仇的越翼 虽然这种比喻 在当时的老百姓眼中看来 不过就是诸葛亮在吹牛罢了 但经常和他混在一起的几个好伎友 却知道这个比喻 那是相当的名副其实 可能有不少人奇怪 诸葛同学有这么硬的关系网 为何不让他们内推一下 找份好工作呢 诸葛同学表示 时机未到 我自有我的安排 公元207年 刘备在叙述的建议下 前往龙中拜访诸葛亮 但来了好几趟 都吃了闭门羹 但刘备哪里是如此就轻易放弃的人 一次 他又挑了个好日子 再次来到龙中 这次 诸葛亮正好在睡觉 刘备便让关于张飞在门外等候 自己则在台阶下静静地站着 过了很长时间 诸葛亮才醒来 可能也是想看看我们诸葛同学的实力 刘备便向诸葛亮请教了平定天下的办法 于是 诸葛同学便给刘备仔仔细细分析了天下的形势 就在那个不起眼的小茅屋里 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27岁老代也青年 底气十足地给未来老板刘备画了一张饼 这饼也就是促成三国鼎立 甚至几乎能一统天下的战略构想 龙中队 而颠沛流离十几年 一直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刘备 从这个27岁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使出浑身解数 邀请其实早就想跟他走的诸葛亮出山 这时已经韬光养晦了十几年的诸葛同学呢 也觉得时机已到 将自家良田都交给弟弟之后 便出门拼事业去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按理来说 诸葛同学在当时的知名度和能力 完全可以去综合实力更强的曹操或孙权家的老牌公司 那为何最终又选择了刘备这个创业型公司呢 大概是觉得更有上升空间吧 四年 也就是公元208年 诸葛亮被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初始东吴 连吴抗曹 当然了 现实不是小说 在这儿没有什么蛇战群儒 没有草船借鉴 也没有三汽舟鱼 更没有借东风 有的只是诸葛同学的小心斡旋 与苦心运筹吧 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孙刘连军成功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 光刘备就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四个郡 奔波了大半辈子的刘备 这才算是有点支棱起来了 而咱们的诸葛同学 也在此时有了第一个正式官职 军师中廊将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基层事务 比如在刘备外出打仗时 诸葛亮就要负责行政 搞后勤 给前线输送粮草和援军等等 可别小看这份工作 要没有靠得住的人看家 刘备这个当领导的 怎么能安心上前线呢 所以正是有了这样的当家小能手 刘备的小公司才能渐渐走上正轨 公元220年 曹操病死 长子曹丕费汉献帝 自立为魏文帝 建立了曹魏政权 第二年 刘备也在成都称帝 正式建立蜀汉政权 40岁的诸葛亮 无可置疑地被任命为蜀汉丞相 蜀汉在诸葛亮和刘备等人的苦心经营之下 可谓是蒸蒸日上 但此时 一心想为关羽报仇并夺回荆州的刘备 已经完全听不进去诸葛同学的劝阻了 不听诸葛言 吃亏在眼前 最后的结果 就是张飞被部下暗杀 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 几人辛辛苦苦20年打下的江山 一夜之间就回到了解放前 刘备的身体 也被这一次失败彻底击垮 公元223年 命悬一线的刘备 将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付后世 将自己16岁的太子交给了诸葛亮 并表示 如果觉得这孩子能服就服 服不起就算了 反正这国家就交给你了 望着眼前这濒临崩盘 命悬一线的烂摊子 诸葛亮真是绝望到欲哭无泪 但是自己提的龙中队 跪着也得干到底啊 公元226年 曹丕甲崩 魏国陷入了主佑国仪的危境 于是 诸葛亮便抓住时机 决定出师北伐 第二年上书出师表 没错 就是初中那篇背得够呛的文言文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粗 金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 忠智之士妄身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疏语 预报之于陛下也 成疑开张盛听 以光先帝宜德 恢弘至世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 隐欲失忆 以色中见之路也 曾经那篇让人头疼的文章 如今看来 一字字一句句 道见了诸葛亮的智势贤能 和耿耿忠心 由此忠臣又有何求啊 公元228年 表明心计交代好工作后 发动了第一次被罚 不得不说 诸葛亮用兵如神 他先是派出了赵云等人做诱饵 趁着曹军前去围堵赵云 带领军队来到齐山 龙右三军很快就被诸葛亮占领 本来诸葛亮方是可以胜利的 但是他们内部出现了不听话的马素 导致接亭失守 最后不得不撤退 但秉持着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的信念 诸葛亮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 前前后后又发起了四次被罚 在此期间 诸葛亮在一个小众领域可以说是提升颇多 为了提升战斗效率 他发明了方便运输的牧牛流马 能同时发射十支箭的诸葛连弩等等 还有如今起伏用的孔明灯 大家都知道吧 是的 这也是他发明的 公元234年 最后一次被罚正式开始 这一次 诸葛亮试图在五丈园 靠屯田打造军粮自己的前进基地 打算和司马懿一决刺雄 但可惜上天没有继续给他机会 极劳成疾的诸葛亮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终年54岁 他为之耗尽一生的宏图伟业 也随着他的去世而付诸东流 作为臣子 临终前他给少主写了一封遗书 希望刘善能言以律己 宽以待民 接着又对自己的财产做了一个统计 八百棵桑树 十五寝田地 这些就是他作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所有的遗产 作为父亲 临终前他给八岁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书 这就是著名的戒子书 辅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全篇短短八十六字 却道尽了做人的根本 这也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无限期望 在千年后的今天看来 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上的诸葛亮不是神 只是普通的人 可也正是因为他只是人 所以才比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更加伟大 他本可以自立为王 却选择了做忠臣 都福晚年在拜访诸葛先生庙堂后写的那首《蜀相诗》中有这样一句话 厨师未结 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金 每次读到这两句 脑袋里浮现的 就是《武藏园秋风》中 诸葛亮的仰天长叹 不禁山然泪下 才智过人的诸葛亮 落得一个这样的悲剧结局 谁都会感到恶斑叹息的吧 他的一生 实在是当得起鞠躬尽瘁 死而后以八个字 提到诸葛亮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